内风湿性关节炎分期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樊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X线片 就是关节的X线片 对内风湿关节的关节病变进行分期 比如一期它就是早期 X线上可能表现为 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的肿胀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临床上 病人会表现为什么呢 比如手的近端指尖关节的缩形肿状 腕关节的肿胀 西关节的肿胀等等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治疗的最佳时期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给患者进行积极的治疗 避免关节病变的进展到下面的这些 二期三期甚至四期 二期呢 X线上就会出现关节肩细的狭展 三期呢 关节面就会出现一些 虫式样的骨侵蚀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骨的侵蚀了 到了四期也就是晚期 X线片上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半脱位 甚至有关节的骨性的这个强直等等 关节的畸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肋风关的患者就会出现这种 天鹅颈畸形畸形呀 扭枯花畸形呀 等等 还有西关节的畸形 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个患者的生活和工作 使他们丧失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能力 这个时候治疗的 你不管是选择好的生物质基 或是别的治疗 可能效果就不会是那么理想了 所以呢 就是根据这个内风湿关节的分期呢 我们建议 内观的患者如果诊断之后呢 要尽早治疗 及时治疗